大家好,我是章 今天在特殊圈最爆發的題目 應該是周庭接受秘密的軍事支援 很危險 剛剛說到周庭接受秘密的軍事支援 來源出次有一個人在Facebook Group 發了一個Post 我們一起看看 出Post 的人說 周庭黃絲天使,表面是小女子一名 但她一直接受秘密的軍事支援,十分危險 甚至附上了一張圖 圖中有個女生穿著西裝,也舉著槍 相信出Post 的人的意圖就是把圖和所說的文字連繫上去 被讀者或谷友誤會圖中的黑牆席女生就是周庭 大家冷靜一下 圖中這個容貌和周庭有幾分相似的女生究竟是誰呢? 相信熟悉特攝和蒙面超人的朋友都會知道 這個女生就是我老婆 跟他說吧 不…這一位女生是今年在日本電視熱播中的蒙面超人 Zero One 其中一個女主角 印維亞的演員 鄭恒宏惠 今年23歲她是來自福江縣 在2012年參加選美活動 Miss Teen Japan 入行 今年在影視圈站路頭角 繼早前在電影衣索遊戲中擔任其中一個女主角 現在就在日本播放的蒙面超人ZERO ONE中飾演尹維亞 以及飾演女性蒙面超人Barukiri 為何井幸宏偉會有張舉槍的圖片呢 原因就是她在蒙面超人ZERO ONE的劇集中 她的角色是一個人類智能對策特務機關 EMUSU中擔任技術顧問 她除了頭腦很聰明之外 她的戰鬥力亦非常高 所以不時都會見到她舉槍應戰 而另一件事就是 在蒙面超人ZERO ONE中 有不少演員和香港的明星撞臉 例如飾演雷的岑梓傑 飾演亡的何韻詩 以及飾演滅的K哥之王王中澤 講回Facebook的帖子 如果出帖子不是玩曲線的話 那就下次不要再放烏龍了 不過說起周庭 我發現我還未開這盒SHF的Barukiri 她這個蒙面超人就是 在蒙面超人ZERO ONE中 變身而成的女性蒙面超人 沒理由變成男性蒙面超人 我說什麼 看到這一刻就不妨跟我一起玩這隻Barukiri 好 跟大家追蹤一下盒面 看到盒的四周都有一些官方圖片 大家可以參照這些圖片 去擺出一些姿勢 還原下角色的打鬥動作 玩這隻SHF的時候 然後拿來改造屋的AUDUO特效件來使用 綠色的斬件也沒什麼用 先放在一旁 黃色這一套也是金幣的特效件沒有用的 所以也是放在一旁 開盒了 拿來這個HG的格蘭修羅模型 那把武器離開 輕輕一戒就已經戒開了膠紙 拿出內盒出來看看 揭開吸索就會看到本體 本體上面有一些膠紙 好防刮快功用 所以現在做撕走它 漂亮啊 這隻Barukiri的顏色都蠻漂亮 本體放在一旁 我們玩了一些手型 這次附送手勢有四對 第一對就是近戰用的龍爪手 這個炮爪手 第二款就是拿來拿槍用的 食指退出來 第三款都是拿來拿武器 食指向內屈 握近戰武器都OK 而第四對就是握拳手 而本身也送了第五款做是攤手 可以運用這五款手型 因應不同動作而使用 試一下本體可動性之前 放下槍就很容易 本體可動性其實都高 一貫的SHF作風 身上有很多不同的關節 讓大家任意扭動 扭到下身的時候 除了拉出色關節 是很用力之外 這次的驚喜就是 它在右邊 橙色大腿上的規格 是一個活動的空間 所以大家扭起一些很大動作的姿勢 例如這些 呈現一下老江湖指數 放下一些很有標誌性的姿勢 都完全沒有問題 它的可動幅度是極高 塗裝方面 真的非常得我心水 很重 後味 身上那些橙色的金屬塗裝 上面會看到粗粒感 那種金屬的質感非常重 對比這隻白色和淺紫色 這隻橙色真的很突出 武器方面 就是用它這把 Short Visor 槍內有它的 變身道具 Provice Key 上面只有一張很小的 原型貼紙 所以拿來之前 已經入手了的 改造屋 Provice Key 貼紙 貼上去 兩張小貼紙 令整件事還原到高 亦都在窗的透明件下 看到它那張貼紙的圖案 醒神很多 然後玩的就是 SHF改造屋推出的 OJU貓仔特效件 既然這隻Provice Key 也是一隻豹 也是貓仔 所以亦都很適合 用到這個特進的特效件 就算大家不是跑步的話 亦都可以當成石頭的地台 好像Ironman 站在這裏 30歲 而剛才說到它的腰帶 也是一個武器 亦都要放在它的手上 拿著來玩 拿上手的時候 任意扭動 都是那句 可以參考合面的圖案 去放上帖子 今次這隻Provice Key 是女性素體 所以在體積上小 拿來雙同變身系統的Provice Key 看到女性素體 真的小顆很多 但肢體是優美很多 今天就玩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不妨給個Like 支持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還有 記得按下鐘 追片更輕鬆 我是Jerry 下次再見 Ciao